如果你7月后准备要考驾照的话 特别留意了 交通部已经发布了 这个7月1号上路的新的考照规则 那么如果没有打方向灯 单次就要扣16分 上下车开门没有注意 后面有没有人的话 一次扣8分 另外用左脚踩刹车的话 也要扣16分 那么这样算起来呢 以后你转弯不打方向灯 犯规两次的话 你就准备毕业了 下次再来 开车门都不注意 现在从路考 源头开始规范 压线扣分 上坡席火扣分 路口响过关 除了擒练 新规定两段式开门 更要记得 准备下车 一定要使用两段式开门法 利用比较远的这只手 打开了车门之后 距离大约10公分 接着往后看 没有来车 才可以把门打开 没有两段式开车门的话 现在是扣8分 没有两段式开门 一扣就是8分 另外7月1号上路的新制 还有这个 转弯没打方向灯 最常被忽略 但又是发生在路考 扣16分 该是右脚控制油门 刹车 要用错脚 左脚并用 坏了规定 多了行车危险 也是扣16分 考生又是一枚注意 想拿轿照 恐怕得下次请早 而不只汽车 多了规定 机车路考也更难了 原本难度就高的直线骑车 双脚悬扣 没放踏板扣8分 最常出现的 边催油门 边紧握刹车 这也要扣分 本来是8分扣的 改成是6 扣的比较重 因为它有安全性的问题 新制上路 让考照标准变得更严格 但为了避免 因为驾驶的不注意 造成车祸发生 从学车开始交起 要驾驶记得转弯 要打方向灯 开门也得两段式才行 中天新闻6日 王一超台中报道